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上海在一个多月的封城生活之后 今天终于宣布达成了北京当局所期望的全市社会面清零 中央社报道 上海卫经委通报 16号上海新增77例本土确诊病例 以及74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总计823例 77例本土确诊病例中 31例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4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74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都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目前全市16个区都已经达到了社会面清零 上海市日前也已经确认将分三阶段逐步解封 并且预计将在6月初至中下旬 全面地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第一阶段时间 从本月16号到21号 为巩固清零攻坚十大行动成果阶段 将新增防反弹减少风控区管控区人数 防范区有序开放流动管控 全市保持低水准社会活动 第二阶段时间从22号至31号 为向常态化防控转换阶段 单日新增感染者人数进一步的减少 不断缩小风控区和管控区范围直至解封 第三阶段为6月1号至6月中下旬 全面恢复全市生产生活秩序阶段 全面实施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 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不过上海有部分人群 已经没有办法等到完全解封之时 中国微博近日陆续传出 上海红桥火车站涌现了离户人潮 有网友分析 来大城市主要就是为了赚钱 现在钱赚不到 开支又大 自然选择离开 还有网友则说 自己是学生想要回家 除了上海面临人员大量外流的现象之外 中国现在可能还有更严峻的问题需要面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报5月16号报告了 中国大陆首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Omicron亚型毒株BA2121的境外输入病例具体情况 来自于非洲国家肯亚 4月23号 以下从肯亚奈洛比起飞的国际航班KQ880 抵达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 其中一名旅客被检测出感染了 Omicron亚型毒株BA2121 本月4号 世界维生组织才刚提醒 要密切地监测亚型BA2121 与其他Omicron亚型病毒株相比 BA2121亚型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 一些研究表明 BA2121的传播率比BA2要快23%到27% 亚变异传播非常的迅速 导致美国许多地区重新的流行疫情 而现在至少有13个国家报告了出现该起病例 如今中国也出现该变种病毒株 将再次的挑战中国防疫政策 中国在清零封城政策之下 经济大受冲击 南华早报早前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宋征 根据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份 覆盖中国315个城市的卡车流量数据 来预测上海为其一个月的封锁之下 对经济的冲击 得出的结论是 与城市相连的卡车流量 以及上海的实际月收入都会下降54% 而中国4月份GDP则减缩2.5%至3% 宋征与其谈对表示 如果中国四大城市 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东封锁一个月的时间 中国的月度GDP将折损8.6% 不过现在比起GDP的损失 中国民众生活所受到的影响 是更加直接有感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的数据显示 4月份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 较去年同期萎缩11.1% 反映消费活动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紧缩 这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 此外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年减2.9% 为了解决基本民生问题 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证券时报 17号在头版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中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对于这种情况 一方面要采取更加有利的政策 制止经济短期下滑之势 另外一个方面则要创造更良好的环境 尽快恢复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信心 让经济早日走上自主复苏 持续复苏之路 这一篇评论分析 因此当前促进消费 除了要针对刺激居民消费意愿 更要考虑到从增厚居民钱包入手 文章表示 前一段时间 中国一些城市发放消费券 对消费市场产生一定活跃作用 力度仍然可以加大 不少经济学家建议 给中低收入的居民直接发钱 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中国在新冠肺炎的侵扰之下 以及当局采取严格清零政策的影响之下 经济承受巨大压位 而本坡疫情的热点上海 作为中国汽车制造业中心之一 在封城一个多月之后 也连带的拖垮中国车市 法广报道 特斯拉同用汽车和大众汽车等等国际品牌 在上海都建立了工厂 同时也在上海建了汽车零配件工厂 根据统计数据 2021年上海行车销量为73.67万辆 位居全中国第一 2022年第一季上海行车销量为11.8万辆 同样是稳居全中国第一宝座 而现在虽然说中国政府尽全力的支持汽车业复工复产 在4月19号批准复工的666家战略企业中 汽车业就占了三分之一 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上海2500万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还被关在家中 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 16号公布数据非常惊人 因为封城重创汽车业 经销商全部歇业 4月销售量归零 比病毒要更优先清零 是史商首件 而为了直写部分汽车品牌开辟线上销售 也难党萧条趋势 有些经销商面临资金链锻炼难题 有人可能没有办法撑到上海全面复工 而现在中国汽车制造除了受到清零政策打击之外 恶物战争其实也早一步的影响出世 汽车制造业协会原来寄希望于今年 汽车产量能增长5.4% 但是上海的LMC汽车业顾问公司 中国部主任曾月翰说 今年年初的时候估计因为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引发半导体短缺 中国的汽车产量会减少100万辆 而现在至少会减少160万到170万辆 今年汽车市场的增长应该差不多是零 除了制造困难之外 物流也是一大问题 5月10号上海宣布2859例新增病例 而最近几天上海再度收紧封锁规定 加强了公路检查 有些路段还设置路障 上海周边省份检查所有来自上海的车辆 全中国其他城市只要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 就会采取措施以避免陷入与上海类似的处境 这样一来中国40座城市中的3亿2千7百万人 都被封锁了起来 野村银行估计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毛值的31% 但是相关经济损失在追求政治平稳 并且期望在二十大展现战胜新冠疫情胜利的习近平来说 似乎不值得一提 当全球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之时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并没有停止扩展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国有航运企业中原集团 将在秘鲁投资30亿美元 兴建首都利马北部的前凯港口 这也是该集团在南美第一个前哨基地 等同于中国企业指导美国后院 报道指出 相关工程正在进行中 除了中原集团之外 中国中铁 中国交通建设 以及中国港湾工程 全部投入了新港口的建设 根据中原集团的规划 新港口将能处理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船 每年处理多达100万个标准货柜 第一座码头预计一年内开放 不过该计划也并非获得了一面倒的支持 环保人士批评 这个港口的建设对当地人的生活和环境 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利用秘鲁多年代政治危机和疫情大流行 进行大规模投资 不仅破坏失地 也迫及了余业与农业 其实早在该港口计划之前 秘鲁内部就曾因为中国企业进驻当地发生争论 BBC去年报道 秘鲁拉斯邦巴斯同矿 由中国国企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持股的五矿资源有限公司拥有 自2016年开始运营以来 该铜矿曾多次的引发抗议以及围堵活动 主要原因是该矿的运输道路 经过的穷比维卡省居民抱怨 尽管该矿收益颇风 但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收益 秘鲁是世界上第二大铜的生产国 拉斯邦巴斯是其最大的铜矿 单单该矿就占了全球铜矿供应量的2% 而拉斯邦巴斯同矿对中气五矿资源相当的重要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他贡献了该公司2021年上半年将近80%的税后净利润 而在经济考量之下 当时秘鲁当局劝退抗议民众 而如今又传出多间中国企业 涉入秘鲁关键建设 或将引发更多的争议 欧博斯回军乌克兰之后 北欧国家芬兰与瑞典便考虑放弃中立地位 加入北约组织 如今两国是正式的宣布将申请加入北约 美国之音报道 芬兰在15号宣布将申请加入北约 瑞典则是在16号 由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宣布 瑞典将与芬兰一道寻求加入北约 从而结束瑞典 已经保持了200多年的军事不结盟历史 另外瑞士国防部主管安全政策的负责人 培尔维普利上星期介绍路透社采访时也表示 瑞士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有关安全选项的报告 其中包括与北约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以及补充弹药 本周访问华盛顿的瑞士联邦国防部长 维奥拉·阿姆赫德 近日也曾经表示 瑞士应该与美国率领的北约 进一步密切合作 但是不会加入北约 根据瑞士媒体报道 他还建议瑞士与北约指挥官和政治人物之间 举行经常性的高级别会晤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普利透露 有关安全选项的报告 9月份完成之后会提交给内阁参考 然后会提交给国会讨论 但是选项中可能不会包括建议瑞士加入北约 而现在北欧两国申请加入北约的消息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格外讽刺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要阻止北约东扩 却因此将北欧两国推向北约 不过对此 普京16号在莫斯科召开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首脑峰会上致辞时 虽然指责美国利用北约扩张 以具侵略性的方式 让已经困难的全球安全局势更加的恶化 但是他却强调 俄罗斯与芬兰或瑞典都没有问题 因此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不会形成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 普京的态度看似有所软化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这个时段的台湾新闻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台湾的最新消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却促成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台湾价值 以及关注中国侵台意图 有专家表示俄罗斯军事行动遇到挫败 但是并不会让中国停下试图攻台的脚步 甚至反而会加速中国的行动 并且从俄罗斯军队所犯下的错误之中 调整出四个可能的攻台步骤 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 在立法会答讯的时候表示 两岸在蔡英文政府任内都不会有事情 不过也让外界关注台湾的情报能力 综合媒体报导 先前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表示 在看见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制裁之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必定会调整攻台计划 预计将会采取四个步骤 所需事先攻占台湾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而且可能会采取高强度的饱和攻击 或是战兽行动 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于宗基也指出 今年5月初解放军航空母舰辽林号编队 在台湾东部连续多天执行军演 美国跟日本都派出军舰在周边警戒 目的就是想进行贺阻 以避免中国以大规模军演为由 突然对台湾发动攻击 而其次是以更快速更狠烈的方式来攻击台湾 而不是像一起一样花几个月的时间来集结兵力 第三则是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避免受到经济制裁的冲击 最后习近平见到俄罗斯在讯息战之中失败 因此应该会改变战略以控制讯息战的空间 根据台湾国外交部的最新报告 台湾位属在第一岛列战略中心的地点 以及美国印太战略反制中国的关键地位 在美中竞争态势更加明显之际 台湾在印太区域的活动能量 也能成为民主阵营对抗威权影响力的关键制衡因素 台湾应该借其有力的战略情势 顺势提升跟理念相近国家实质合作的可能性 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则表示 乌干战争给北京带来相当程度的警醒 就是不能轻易发动战争 因此未来不动则意 要动的话绝对是全面性的 陈明通也表示 从战略研判的方向来看 他认为未来在两三年之内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任期之内 两岸都不会有事 不会发生北京攻台的事情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文斯 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 也有类似的表述 不过有军事专家却认为 陈明通作为台湾国安局局长 公开发表如此具体的安全战略研判 并不合适 台湾国军汉光38号演习16号正式展开 台湾国防部表示 本次全民防卫作战涂上兵器推演 内容包含近期敌情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启示 因此更可以详细的探讨战术作法 同时日前美国民间 有一场兵器推演 加上中国在2027年全面侵台时 将对美军基地发动先驱攻击 甚至可能动用核武 综合媒体报导 台湾涂上兵器推演 从16号开始到20号 一连举行5天 国防部表示 本次兵器推演 在考量到防疫的前提之下 从电脑兵推改为涂上兵推 推想内容 大陆近期的敌情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启示等 主要参与人员来自于高层以及参谋 因此参与人数很少 跟过去动用大量编组人员的电脑兵推不相同 电脑兵推 具有电脑系统模拟攻防两军的行动 同时具备战术裁定的功用 例如攻击是否达到效果等 因此电脑兵推必须要设定战机飞行的方向 发射飞弹时间等许多数据 此外各作战区所有人员都要完成进驻 而涂上兵推则是面对面的研讨 参与人员主要是负责作战指挥的高层以及相关参谋 思考如何以现有的战力发挥不对称作战能力 应该是重中之重的研考科目 同时根据美国民间一场兵棋推演 在中国于2027年全面侵态的夹象前提之下 将对美军基地发动宣制攻击 甚至动用核武 这场兵推参与者得出的要点是 一旦中国侵犯台湾 印太地区将会陷入一个广大漫长的战争 美国也可能会遭受到直接攻击 包含夏威夷以及美国本土 而根据兵推的结果 冲突升高的时候也可能导致中国启动核武 此外一如针对俄罗斯的推演案例 这场兵推也发现 美国嚇阻中国侵态的努力将不会成功 这场兵推的另一项要点是 美国应该考虑到是否要在台海发生战争之前 先武装台湾 因为一旦中国展开侵涅行动 要把武器送到台湾将会非常的困难 整体来说 兵推的结论结果认为 一旦战争发生的话 绝对不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政府接管行动 而是旷日19的冲突行动 中共对台湾统战无所不用其极 近来还涉及培训台湾网红对台统战 透过网路影响台湾青少年认知 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表示 台湾国安局都有密切关注 会由相关的主管单位进行处理 他举例包含近期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两岸青年论坛 邀请不少台湾网红参与 而日前俄罗斯乌坎战争爆发时 有网红声称中国派机撤离台湾民众 结果确定只是谣言 总统媒体报导 中共近来运用网路新媒体平台 对台湾青少年族群进行认知作战 更培训台湾网红对台湾统战 再透过中国社群软体小红书抖音 影响台湾青少年的认知 由中国官方主导的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上个礼拜在中国杭州举行 要大家来祖国走一走 看一看的台湾网红台湾表妹林乔欣 YouTuber韩国人张绍群等 多名台湾网红均受到邀请 分享经营自媒体成功的经验 并且鼓励台湾青年赴中国发展 对中共给台湾网红金钱 让他们在对岸论坛发表意见 或是拍摄一些影片来进行统战 这些是否进行国安疑虑 陈明彤表示 这部分确实有相关的法规 台湾国安局的工作是情报搜集 以及情报研究 确实有看到这些迹象 将会由主管单位来进行处理 他举例表示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 一个中共配置的网红 炮制所谓的关西机场事件 声称中共派遣飞机 要把台湾人一起再回去 还讲一些配合中共统战的话 结果却被发现 他人根本没有在乌克兰 而是在深圳 在此同时 中国网友近期兴起了 全国各地来上份的活动 透过影片介绍自己从哪里来 并且分享各地的方言 没想到台湾籍女星甜逆 也在抖音影片表示 我是中国的 中国台湾的 台湾阿里山的 阿里山邹竹 中国网友看见影片之后 纷纷在底下留言赞扬 他说出中国台湾一词 田逆则表示 台湾必须是中国的 对此台湾路委会指出 如果相关消息 查证属实的话 将可以依两岸条例 33-1条 最多可以罚50万元 第75届世界维生大会 将在22号于瑞士 日内瓦登场 而台湾至今尚未获得邀请 台湾总统蔡英文16号 在联署表示 病毒不分国界 防疫也不该有国界 积极贡献国际医疗 公卫的台湾 不应该被排除在WHA之外 而在国际方面 G7外长联合公报 再次公开支持 台湾有意义的参与WHA 而美国国会 近期也通过友台法案 要协助台湾 重新获得WHA观察员的身份 而目前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签署法案 综合媒体报导 蔡英文在联署表示 这几年全球面对疫情挑战 也更加凸显的病毒是不分国界 健康防疫也不该有国界 蔡英文表示 自从全球疫情爆发之后 台湾不仅向国际捐赠口罩 医疗器材 以及疫苗等人道救援 也跟全球伙伴们分享经验 共同对抗疫情相关挑战 蔡英文提到 WHA即将展开 她要感谢台湾的友邦 以及全球民主伙伴 这段时间以来纷纷用行动 支持台湾参与 台湾各代表处 以及许多海内外的朋友 也积极站出来 蔡英文也分享 台湾外交部的影片指出 台湾医师杜继成 在非洲医疗团队服务15年 致力于改善当地居民的健康 台湾医疗团队助产式训练计划 更大幅降低当地产妇 以及新生儿死亡率 蔡英文表示 积极贡献国际医疗公卫的台湾 不应该被排除在WHA之外 相反的 台湾的加入一定可以为世界建立更强劲的卫生体系 同时 今年G7外长会议发布联合公报内容 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且支持台湾有意参与WHA跟WHO的技术会议 此外 美国国会先前提出一份涉台法案 要协助台湾重新获得观察员的身份 获得美国两院一致通过 并且递交给白宫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签署期限最后一天签字 展现出美国挺台力道 不过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此举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上个周末 连续发生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其中在南加州一座长老教会 15号下午举行午餐宴会时遇袭 至少导致一个人死亡 5个人受伤 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也证实 凶贤跟死伤人全部都是台湾侨民 这起事件发生在拉谷纳鲁日内瓦长老教会 北京摄影树当地警方表示 当时教会之内正在举行午餐宴会 现场大概有30到40位 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成员 不过却有一名亚裔男子闯入开枪行凶 造成一个人死亡 5个人受伤 而伤者都是高龄银法族 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又生命危险 据了解凶贤开第一枪之后 一位正信医师冲上前试图制止 却被开枪打死 而教会的前主任牧师张宣信 则趁着凶贤补充子弹时 拿椅子从后面重击其头部 其他教友趁机一拥而上将他制服 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表示 开枪的嫌犯是60多岁的华裔枪手 警方也提到有官员表示 该名嫌犯来自拉斯维加斯 很可能不是当地人 目前警方正持续针对犯罪动机 枪手是否参加教堂礼拜 是否教堂成员认识他 是否为仇恨犯罪的问题进行离心 加州俄湾台湾长导教会李牧师表示 教友告诉他 这名枪手是个新面孔 没有人认识他 但是服务人员向他询问身份时 这名枪手表示自己以前来过这里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 周末晚间在推特发文表示 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跟悲哀 他表示我与受害者跟家属们 以及台湾裔的美国人社区一起同感悲伤 并且祈祷伤者快速回复 加州办公室在推特也表示 州长本人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而此前纽约州水牛城也发生长期案件 一名18岁男大生受到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 可以以非议社区作为攻击目标 目前已经遭到逮捕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台湾台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